在江湖中长齐 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其中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 我是胡玉清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业余强好是李天刚齐端 在我的眼里 李天刚是最具有才华 最具有天赋的一名业余棋手 我们就接下来 我们就通过他的实战 来感受一下他的财气吧 这盘棋是李天刚对百宝翔 在黄河杯上下的一盘棋 大家知道李天刚曾经在黄河杯 取得13连胜的娇人战绩 夺得冠军 这盘是李天刚的黑棋 新小木布局是李天刚非常喜欢的一个套路 而对手百宝翔 这盘棋对于2009年 这时的百宝翔 已经是一颗然然生起的星星 齐风稳健 细腻 关子强 而李天刚的一个齐 极具才华 你很难猜到他会下什么 但他的一些构想 令人拍耳叫绝 而且他骑非常地大骑 经常会下出行云流水的一些招法 黑棋先挂脚 看吧 白棋如果走 总是说 小林流 是李天刚比较喜欢的一个布局 一般来说 小林流是一种非常普通的 一个捞空的布局 而李天刚这种 我认为是颇具了天才色彩的一名骑手 却愿用这么普通的一个布局来下 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可以预料 如果走程中 这个布局是李天刚非常喜欢的 经常在他实战中看到 再一点角 我见到他下过无数盘这样的骑 再一跳 这样的实战 在李天刚的对局中 频频可以看见 随便白石挂脚 黑石有刺一个的下发 如果白石粘住的话 那黑石再走就明显便宜了 黑石断 这是有了这个刺的交换 黑石这里首先可以先在这管一下 这是非常愉快的一个交换 白石如果走 黑石在搬 走 黑石在大飞 或者逼住都可以 其实走成这样 加了黑石利又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下发 白石如果走的话 黑石斑张还先手 不走就被顶过了 几乎白石这么多子一无所获 如果走的话 黑石斑张还先手 因为刺的这一手 刺完以后 白石一张一扑 就已经是接不归了 所以这被黑石刺到一下 白石不能接受的 所以一般刺的时候 白石会选择反击 白石会选择反击 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到李天高直接靠了一壶也有 因为我跟李天高本来也是 私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吧 结果他比我小了七八岁 但他对于这些骑我们经常也在一块摆骑 所以对他骑还是非常了解 他觉得这这么下都是黑石比较有趣的一个布局 而我则是偏喜欢这样的白石 我觉得黑石这样的骑下的过于 都发展性过于小 而且木树都是比较固定的 比较死的木树 是我不太喜欢的 这是骑风不同的一个缘故 但李天高在中盘时的一些创造型的才华 令人真的是叫拍仰交绝 在这盘骑中我们一会儿也能看见 另外白石这一间家也是有的一个下法 实战白宝墙就选择一间家 但现在我现在进 目前的白宝墙 我现在就很少看到它往一间家 基本上都是小飞手脚 它其实现在非常非常稳 一间家黑石点三三 实际上是点三三这个变化 我们上次前几次节目也介绍过 黑石有跳这个的下法 大家走 黑石肩冲 大家爬 这个变化曾经也流行过一阵子 关键的关键 黑石这个子的位置要在这个小木 如果这个小木的话 这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套路 黑石压 走 接下来是白石还是要走 如果在这分头的话 加上被黑石这个顶住实在目处太大 而且局部会出现死活问题 在这一点 这黑石很难受 白石很难受 一旦黑石厚了的话 这里搜刮都是非常非常难受 这个都是接受 这个白石无法接受 甚至黑石狠一点 还是直接单点的手法 这个图罗下成这样的话 白石有点困难 被黑石顶住 所以白石继续走 直接顶段也未见得有力 黑石可以先走交换 接下来黑石这冲了一点 令白石很头疼 白石如果粘的话 黑石一爬过 白石整块是不活 这里如果还要补齐的话 那节奏太慢 所以现在一般来说 白石就是二路扳 确保做活 黑石搬 白打持 粘上 白持 黑石有拆这个的 也有拆这个 也有大飞的 按照第一杆黑石这一道 通天外事 大飞更合适一点 但是从实际操作来讲 一旦白石在这做活的话 这个后视 威胁还不是太大 如果能确保成空 这个或者这个的话 更为满意一点 加上局部 黑石在这个脚上收束 不是打持 打持粘的话 白石会有这一跳 黑石的收束 可以是打持在这里 可以收成这样 应该说这个 完整性还是很强的 所以这也是 黑石经常下的一套布局 跳了跳 对于白石一间 加这个下法 也经常有 包括近年的 这一两年的实战中 还经常出现 实战李天刚的棋 我觉得就是大盗质解吧 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它 它招法经常很简单 但却很富有时效性 跳 所以挂脚 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当时其尤其在韩国流 刚刚出现 曹勋炫 十凤初成绩比较好的时候 像这样的一个挂脚 一间加上下法常常存在 然后白石挂脚 大家对这一代棋研究 还是很深刻的 最简单的当中是 黑石实战是一小间 但接下来留给白石 一个绝好点是在哪 是这拆二 这拆二简直就是 不可错失的好点 因为其实白石走这个 尽管也是一个超级大厂 但黑石下一手 马上会走这个 在我的一个理解范围内 我觉得黑石坚持以后 白石这个字的位置 的价值特别特别大 因为黑石走一个的话 就实地木树都坚固 而且又安定 而白石走一个的话 黑石这手棋的效率 就特别低 坚持以后 这个效率并不高 而如果让黑石走到的话 这个配合是很舒服的 不管这里有没有子 黑石只要坚持 我的理解是 这手棋的价值会特别大 况且在这个局面下 黑石只要走到 这个将来对白石这里的 一个攻击 有各种各样手段 首先我们可以看 黑石首先有长这个下法 白石如果拐过的话 黑石压住 再连扳下 这个下法 白石一走一沾 白石局部还没有活干净 而黑石就已经把这里 视力范围全控制住了 所以这是一个下法 另外白石有小尖 应对应该会好一点 黑石压住 白石扳的话 黑石这个战斗不拒 走 黑石可以先吃一下 这个图白石有点 这个战斗有点站不动 白石大致顶 白石取实 黑石取外式 当然黑石这个下法要场合 要在适当上 如果需要模样的话 这个下法可以 但现在这么下 未见的便宜 尤其这两个子 尤其这个子的子 小别特别低 所以黑石还有一个选择 是走这个 加 白石扳 黑石接下来有两个下 一个就拖过 把白石实地给撅了 另外让白石飘起来 但白石这飞一个 基本上形状也还可以 另外一个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 黑石可以考虑扳 白石走 黑石不要去马上打 打的话白石肯定都过 这黑石收获有限 白石一路渡过以后 这个黑石收获有限 这种的话 加上白石一提 这块就基本上能看成活起 黑石渡 只要在针子 这个针子有利的地方 可以渡过 当然渡过也会形成一个转换 黑石压 白石板扳 黑石走 所以白石有这个冲了一段 在这里得到补偿 如果直接走的话 也未必有利 但综上所述 黑石基本上有各种各样的 对白石这个形状的攻击手段 就是这个跳也是可以考虑的 无论是加 长 跳 都因为有了这个字的 这个字的存在 严厉性大大增加 所以这首棋的价值是非常大 几乎可以称之为极锁 黑石一小间 我觉得白石马上 无论如何白石马上就要走这个 实战就是如此 有的棋手 我们曾经在前几次节目 包括在之前的白谱栏目中也讲过 当你在布局的时候 你发现你走完一手棋以后 给别人留下一个绝对的好点的时候 一般来说 这不会太满意 白石这走完一个 想都不想就走完一个好点的话 应该是白石这个布局 无不满的地方 所以很多棋手开始一些创新 比如说黑石三间地夹 选择一个积极的下法 如果白石继续飞压的话 那我的方向还可以 这个拆腰的价值就被大大缓和和减小了 但这时白石会选择这个 一间反夹转身 黑石尖 来走这个 黑石比如说跳 白石就是在扩张 这白石也不失为有趣的下法 黑石如果飞的话 白石再扩张 一定要强调子和子之间的配合 像这个局部就这样 白石只有把这里的 和这里的配合起来 这才可以形成一个 比较完美的一个配合 如果现在 话说到现在 我估计这首棋 又开始渐渐流行了 白石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石大同小也会走这个 我估计白石大多数会走这个 随后黑石再两间加 这也不失为有趣的一个构思 将来打入的严厉性 只要一旦黑石厚了 打入还是很严厉的 如果白石跳 黑石坚定 这也无不满 所以现在 按现在维持的理论 如果这部飞 也是值得可以推荐的 而其他如果两间高加 三间低加 两间低加这一类的下法 和这个三间低加大同小异 白石膀都是 无论走哪个石膀 都会从这里走过来 以求取这里的一个配合 所以这个下边 我们不能单纯的看 这个定势 而要和这个定势 联合起来看 这样想必会对大家 涨齐会有很多的帮助 就一定要注意 子和子之间 定势和定势之间的联系 时间走完这个 黑石一般来说 第一杆是两间低加 既然你脱先了 我肯定想走一个 但他也有顾虑 将来白石一旦这么定型的话 就一小间 白石这两个子的位置特别舒服 正好限制了这个黑石后世的一个发挥 同时如果将来一旦征止有力的话 白石这个冲断 还是存在的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况且还十分的严厉 所以走成这样 他不选择两间低加 也有他道理 如果坚定的话 他又觉得这布局的速度太慢 所以他先脱先 挂脚 先挑大的地方走 小飞 再拆高 很朴实无华 下到现在黑气肌膀都是最简单的招法 所以白石挂脚 黑气三间家 这个三间家应该说是在当时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少见 直到近这一两年 甚至是今年阿发口的普及 和那些那些招法的公布以后 这部期才渐渐重现江湖 一般来说 以前的时候只有两间高家 两间低家 或者就手脚 一般来说这个局面 大多数其实感觉就在这手脚的会多一点 甚至小飞一个跳一个都有可能 实际上他选了一个三间高家 这确实对齐的理解 有他独到的地方 我们来解读一下 他是想怎么样的想法 白石点33可能是最容易想到的 因为点完33以后 缓和了这个子的价值 降低了黑气这个子的价值 这个图是可以预料的 随后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这个三间加的定式呢 因为觉得这子补的话效率又太低 如果这非补或者虎补的话 效率又太低 但不补的话 白石这个子的活动空间相当的大 这一旦加出来 谁攻击谁还不好说 甚至白石一跳都让黑石颇为难受 如果黑石点 两间高架的话可以点着跳 这我相信很多持有都掌握了 这是一个基本功 白石对黑石的冲击有限 但三间高架的话 白石就会存在着冲 再穿这个的下方 这次黑石就要动点脑筋了 这基本都可以看成一本道 像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黑石还是白石的冲击 还是非常严厉 那这个棋怎么办呢 我感觉他还是 李天刚的这棋 还是要往一个大局的方向发展 他可能是会显尖顶 这两块是我都保 那我就要强调一个呼应 你如果打了这边 那我这边自然成空 你如果打这边 我这边自然成空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构思 李天刚的棋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大棋 他棋的内容 就经常会下出一些 行云流水的变化 像这一招棋 就看上去是最最普通的 但却又极具思想性 而现在下到现在 我可能看不出 如果遮掉名字 黑石的棋 完全都是非常普通 就这首加 还容易让人提出质疑 这部加都是被淘汰下 为什么他要下呢 而且显得又不伦不类 白石拆高也很舒服 但他有他的思想性在里面 实际上白宝翔想追求一下飞 双飞燕 想追求一下这里的一个变化 遭到他的反击 然后尖三三显示力量 应该说李天刚这个棋下的棋 他经常会吓得把自己棋下的力量都非常大 非常注重战斗 而且放得很开 它和现代的一些年轻骑手有点不一样 现在一些年轻骑手都比较注重实地 形成这样形成一个乱战 但作为黑棋的一方 我认为这个战斗应该是对黑棋有利的 从某种角度讲 我觉得双飞燕还是有些过分 因为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这是在黑棋的一个势力范围内 黑棋这里有个拆二的子 这有个三间加 而且这个头也在外面 无论从远的还近的来看 这里黑棋是欢迎战斗的 而白棋最好是双方按定 那黑棋这种棋的效率 这种棋的效率就不会太高 但实战进行一战斗的话 黑棋感觉每个子都得到了很好的呼应 应该说借这个机会 我们正好也可以介绍一下李天刚这名 非常有才华 非常特别的一名棋手吧 因为他还是非常有个性的 相对于其他 他出生于八九年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 像白宝祥 王称 包括赵岩 何天宁 这些的一些年轻的业余高手 李天刚的棋更注重于一个作战 更注重于一个力量 他讲究把那个实地 就很自 把他通过攻击来获取实地 通过杀来得到利益 而像王称 白宝祥这样 他们的棋 他们的风格 就前半盘非常稳健 想跟你拼关子 因为他毕竟多年在道场的一个训练 然后练就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后半盘 失误很少 而李天刚确实存在了失误 他当然也是道场出身 存在了失误 但他的一个棋是更具有才气 经常会学生的时候 大看大家的局面 局面下得非常精彩 不止一个职业棋手 这样评价李天刚 就看李天刚的棋 觉得很舒服 很大棋 而其实李天刚在生活中 他首先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吧 我们经常称他为孩子 但是他非常先 今年也是八九年 也是二十七岁 二十八岁了 但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好说话的一个 脾气也没有 都是非常 大家人缘都非常好 但同样他也非常有个性 就是比赛的时候 就晚上经常不睡觉 彻夜不眠 刚开始的时候是喜欢上网打游戏 我们也特别佩服他的那个经历 晚上经常白天下比赛 晚上就通宵打游戏 然后比赛成绩还特别好 所以有一次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是在一个世界智力运动会的选拔赛吧 2008年 当时李天刚二十岁左右 这是经历最好的时候 因为我和他关系 私下里关系非常好 然后我就劝天刚 我说天刚 这个比赛还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些 无论如何还是好好下棋 要不你别吃网吧 他一开始他很听我话 他说老大我听你的 这比赛我肯定好好下 随后我们当时是 应该说是最强的14个业余棋手下单循环吧 下到第六轮的时候 他跟我说我实在不行了 这比赛现在下前六轮 我下了个一胜五败 你如果再不让我去网吧的话 我这棋根本就没法下了 然后事实证明他去了网吧以后 后面棋盘就全赢了 然后依然挤进了第二个 最后凭借着以八胜五败的成绩 挤进了第二循环 可见他神奇的地方 确实他的棋啊 包括他经历都有些 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些地方吧 可能天才都是这样 无法用常人来琢磨 好我们继续看这盘棋 然后白棋实战拆一 这个自然战斗爆发了 那也没有棋风的问题了 只有勇敢地去面对这个布局 黑棋尖 白棋长 挡 这一个白棋 黑棋千万不能为了追求后 而让白棋联络 只能挡 这白棋全 黑棋说非作活 这一代的攻防 还是有他的必然性的 首先白棋如果直接杀的话 这个点必然要走到 你不管这里怎么走 就要再多招 这个下发 我觉得是首先要排除的 首先这个下发太俗了 给黑棋一扳 黑棋外面的后视程度 也远远超过刚才那个图 所以白棋这个拆一 这个点 被黑棋走到也没法看了 所以这个点受 其实是必争制点 黑棋监住也是必然的 随后对于这个棋型 白棋两边只能选一边 肯定对作活有帮助了一边飞 那肯定这里的局面更为窘迫 白棋一小飞 这黑棋直接点杀的话 这显然还超级过急 一方面白棋还可以更正硬 另外白棋一飞这个的话 气也不见得杀得过 小飞 白棋冲 那些次序 其实白棋这个拐也不着急拐 因为现在黑棋战士也不会爬 尽管爬的价值非常大 拐的话机有可能会杀气 同时也不一定便宜 白棋现在这种还有点先手的可能性 所以白棋现在就找头绪 这如果一旦让黑棋下后白棋只是双方简单做活的话 这多少有些不满 这个冲段其实就是我们都说围棋是一个手弹吧 这个冲段其实就是对白宝翔思路的一个解析 他认为这时我拐一个 你补活 大家相安无事做活 大致跳补一个 他觉得这棋我不能接受 接下来因为两个好点太明显 白棋走这个的话 这里势必会遭到黑棋猛攻 可以走这个或者拐个一 因为白棋几时先手 这个一路立有硬腿 黑棋拐个一或者往上飞攻一个是正常分寸 但如果白棋本手拐个二的话 黑棋这个尖顶的好点过于明显 他可能白宝翔对这里有一定的纠结 觉得这两个好点只能得其一 所以他希望通过战斗来寻找一些人的头绪 但没想到这个战斗遭到了黑棋的强烈的反击 其实下了这个时候局面还是很难解的 作为白棋来说 一定要防黑棋随时有可能点这个手段 当然战时这个点还不成立 黑棋点的话白棋只要一挡 黑棋立白棋就一飞 由于有这个字的配合 这个对杀显然是不利的 黑棋跳可能也有问题 跳的话白棋冲断 这个黑棋比较难以处理 随后如果很得意的击出这样一个手段 那白棋有这个扳的好手 黑棋气不够 所以实战黑棋经过考虑 这部跳是本手 作为白棋来讲 本型是走这个 但黑棋正好现在有班式先手 这是倒虎 黑棋的形状更为完美 所以白棋实际上选了这个 飞 直下这白棋还是有收获的 黑棋一粒 这部棋是积蓄力量的好手 也造成了白棋后面一部棋的失误 白棋打吃这部棋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失误 支棋只能小结 做活 黑棋管是权利 随后我顾及按李天刚的风格 很有可能会在这里先制造头绪 先把这里滚一顿 这应该是非常愉快的先手力 随后再做活 这样的话一盘棋还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棋 胜负还早 实际上白棋打吃 是想麻一下黑棋 但没想到黑棋遭到了黑棋这一代 非常敏锐的一个反击 黑棋靠好棋 这个真的将在电光石火之间的一个机会 如果以后再走就再也走不着了 白棋提 黑棋红 这个白棋想要冲这个的话 往这找头绪的话 这太需要勇气了 因为你本身这两手棋 你走在里面两个 黑棋在外面长了两颗子 这如果一旦只要白棋拿不住黑棋的话 这几乎白棋就大亏 但这里拿得住拿不住黑棋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黑棋吃 白棋飞是最容易想到第一杆 但黑棋可以轻松跳出 白充断的话 白棋正好慢一气 罗充飞的话 黑棋一接 这只要拿住白棋的话太难了 而由于白棋非常重 首先我在这里已经损失惨重 另外黑棋随手一点 就要我这块白棋的命了 所以像这种一代的纠缠 根本都是不成立的 这个图基本上已经看成白棋的崩溃图 所以白棋一提 然后这里也不能不处理 你如果回去的话 被我这个吃了 那跟前面我们刚才说 倒虎可以去滚一顿那个图 这是天朗之别 所以白棋想了半天 只能先硬着头皮蹭 但黑棋有了这两手交换以后 最主要的就是防住了白棋 这个冲的下法 如果没这个交换 白棋可以把黑棋争死 但现在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 再打的时候 黑棋就可以安然无恙地跑出来 所以李天刚这步 靠还是非常非常敏锐 靠完以后一挤 再给白棋一个回头试案机会 当然这棋是不能称之为回头试案 如果白棋走这个 被黑棋这一断了 这棋也没法看了 本身黑棋是这么做活的 现在是成这样 这个差别也太大了 所以黑棋挤 白棋也毫不犹豫走这个 黑棋图穷避险一点 把这块白棋直接给点死了 应该说这样的话 这一代白棋的损失还是非常大 那既然这里被点死 肯定要想办法得到补偿 白棋先贴 黑棋搬 所以可以看出这不挤的用意了 如果这时白棋贴的话再挤 黑棋肯定会加 白棋肯定会加一个反击 黑如果立的话白棋一搬 这个就突然生出很多变化 因为白棋提海是先手 上面有冲断以后提海是先手 像这样就是产生很多变化 所以黑棋在点这些先挤 所以你天高在这里 可谓滴水不漏 挡的时候再搬了虎 白棋这个局部也看不出火旗 补黑棋也补 黑棋再补补 由于白棋这加了 加完以后白棋这个力是绝对先手 不管黑棋搬也好 力也好 粘也好 白棋这个力都绝对先手 绝对先手里面白棋就可以走这个 这个局部就成了一个双火 白棋再一团 这局部是一个双火 黑棋挤就有点来不及 白棋一搬就是个万年节 然后走这个也是一个万年节 另外白棋还可以团这个 黑棋搬的话白棋搬这个 黑棋肩 白棋肩 力这个也成为了一个双火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这个局部黑棋要杀白棋 是要靠这个手法的 如果走这个黑棋是要走这个 是要靠这个手法 白棋要靠 如果白棋走这个黑棋要想接 如果要杀死白棋的话 要默认为白棋这个是先手 暂时黑棋没办法杀白棋 最主要原因是黑棋这里有个断 所以白棋补黑棋也得补 这里就可以看出那个死活题的 一个重要性了 正好讲到这里 也正好跟棋友谈谈 我对死活题的一个看法吧 应该说 但很多棋友都认为问我 怎么样才可以涨棋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一个话题吧 很多棋友说认为 达谱肯定可以涨棋 还有那个队役 肯定可以涨棋 网上下棋可以涨棋 还有找高手复盘 这说的都没错 但我觉得最不能缺少的 应该还是死活题 应该我建议大家 起就每天 如果真的想涨棋的话 每天做个十道题 或者每天半个小时 这肯定对棋力大有帮助 只要坚持下来 肯定大有帮助 而且我非常不推荐 不推荐 去背答案这个做法 因为确实很多棋友告诉我 只要我经常会背答案 我什么书背过 什么书背过 我觉得做死活题的一个关键 是提高棋力的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 重要的是一个计算的过程 而不是你去知道这个答案 当然知道答案肯定也有好处 比如说对棋型的一个敏锐 但这主要是在总结 做完死活题的一个总结的过程中 而不是在一个背的过程中 所以做死活题 其实是练就你一个计算的感觉 和一个棋型的敏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觉得一些 比如说像刚才很多棋友提出的 像打谱啊 对局啊 都是缺一不可 而且只要你喜欢围棋 我觉得都能长棋 但真正最快最有成效的 我觉得还是死活题 包括现在亲眼看到 不仅是业余高手 业余顶尖高手 甚至职业高手 职业一线高手 他们经常都抱着死活题在做 因为确实这个死活题是 一刻都不能少的 每天如果能保证一定的题 肯定对增长棋里很有帮助 这样的建议 也可以供各位旗友参考吧 像这盘棋 其实就可以看出 死活题的重要性了 在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怎么杀死对手 而是在这个计算过程中 黑棋就下的滴水不漏 所以目前下到这个时候 黑棋搬死 这棋说法还是很大 白棋管 黑棋挤 缩小白棋气 这棋下到这个的时候 应该说还是明显的 黑棋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白棋这时就面临几个选择 这里肯定没有办法了 直接冲的话越亏越多 实战白棋想来想 先把这补进 慢慢下 黑棋小尖 也顺势把自己下后 这基本上是双方必然的一个应对 双方在这里迅速定型 下成这样右上角的一个战斗 从双飞燕开始 背黑棋 歼三三开始 一场汉战下来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形势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 吃完对手一块棋 自我感觉非常好 觉得这棋怎么也赢了 我白白吃这么大一块怎么赢了 但实际上还是要判断 像这盘棋 到底黑棋是优势还是劣势 是大优还是稍优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的目数比较好点一点 这块石木棋 这块棋双方都不算 15木棋 加上50加55 然后这摆了几些人 搬 12345 6789 4011 12314 15212223 3343 再加这些后里 45 再加这15有60木棋左右 白棋这块67木棋 加这两块加一块 我觉得也有15木棋 这里如果全部能点黑棋 就算滚一顿 全部点成实控的话 101112 232526 272829 30 40 就将近有45木棋左右的实地 如果45加上白棋 这1560木棋的话 这是一盘非常接近的细棋 如果下面全部成空的话 这甚至根本谈不上是黑棋的优势 因为白棋这里的潜力 如果只要限开白棋下 白棋如果在这里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大 或者往这个头比这个头要硬很多 因为有这个子的关系 所以如果判断下面如果全部是实控的话 这棋不一定是水合 甚至还是白棋烧耗的局面 然后李天刚 既在这里一带显示精确计算以后 然后这里一带又出现了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招法吧 先扳 这个时候估计白宝是吓一跳 他要从这里动手 因为本身是有亏的嫌疑 黑棋比如说本来如果有点先手 这一扳将来是先手 但他这个就不要了 他想干什么呢 走这个 所以再加 其实白宝棋也是敏锐程度很高 他这一看一加就知道黑棋肯定想在这里搞点事情了 他已经选择了一个稳的 让你回去一点 如果搬的话 这黑棋打吃这里味道肯定更换 实战 拖 又是一步好棋 一定要在这里拼命的制造味道 白棋首先 如果反击的话我们看一下行不行 黑棋肯定断 白吃 黑打吃 白最后是长 提对这个中央控制下面眼线不看 最主要封锁 但黑棋悠悠然一唬以后 白棋会发现问题很大 首先 白棋如果提的话 黑棋这已经扬长而去 这要吃掉这块出了头的黑棋太困难了 如果白棋飞 黑棋车跑回 白棋自身难保 这个脚已经杀器都已经不见杀得过 中央更难封锁 所以黑棋一拖以后 白棋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放出去 一走的话一断 黑棋肌膀马上成活 所以选择忍耐 走这个 黑棋下的很巧妙 再走一个这个 令白棋很难受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顶先手 肌膀就已经快活了 这一 有了顶先手以后 黑棋根本比如说 这都是先手了 这一 要吃的肯定 就比如说走这个黑棋一虎 这局部已经是很难尽杀黑棋 白棋没办法 硬着头皮线靠住 又不能让它跑 这一袋 黑棋肢膀可以看成 这个黑棋顶是先手 所以黑棋这一靠 这一串的招法令人眼花缭乱 白棋不能随便扳 随便扳黑棋顶了一 我们刚才讲这个是 黑棋有先手味道 黑棋在这一扳 这脂肪就活得很轻松了 白棋一吃黑棋吃过来也可以 长也可以 白棋实在如果走这个呢 黑棋就扳 白棋实在是顶一个 这是顶一个没办法 长 黑棋有了这几个交换以后 黑棋我们刚才讲顶基本上 是看到先手 白棋如果吃的话 黑棋再走 再一跑 有了这几个子的接应 白棋要吃这黑棋的难度 更大 黑棋直接跑 是唯一有点担心 白棋是硬吃它 他觉得这是有风险 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所以先碰 找一些援兵 这一带的下方 堪称是一套组合拳 然后保留了这个妙手 保留了这个的先手 随时准备跑 随后白棋搬 实战白棋选择忍耐 那黑棋在这里的收获 实在太大 基本上是一把飞刀 就白白走了两手棋 走了两手棋 而白棋只是在这围了一个而已 这一带的收获 那黑棋完全是 这不是说白棋下的有问题 而黑棋是把这里 黑白棋是空里存在余味 发挥到最大化 点睛之笔 还是我觉得是这部靠 班本来也是很敏感的 再加上这部拖和这部飞 这几首棋 每一首棋都有很强的 一个计算和思想性 应该说下得非常精彩 实际上获得这么大的一个收益 白棋是更利用白棋痛苦是 白棋这次还是要补齐 白棋不补的话 黑棋一小间 然后最令白棋头呢 黑棋还有这部连班的手法 连班白棋走这一盒 像这里还要被刮掉很多木树 另外黑棋只要一虎的话 像这个局面 黑棋一虎 白棋就已经 或者黑棋这一钉 这白棋就很难把这个黑棋给吃了 再一虎 局部就是一个打劫 实际上白棋无奈只能补 黑棋又该动手 这里等于黑棋连下 一二三步起 走完这个 让黑棋再一度下后自己 这一带的收获实在太明显 白宝眼界形势不利 如果再往这么悠悠然走 给黑棋就跟着走的话 这实地已经明显不足 白棋一间地家 就是连工带手的一手棋吧 一边扩张自己模样 一边也尖一下这块黑棋 白棋 但实际上 看白宝的噩梦们还没有结束 李天刚又来了 这一小尖 继续绞 是白棋应手 白棋不走的话 黑棋由于挤着先用一张 肯定活了 如果走的话 这里面黑棋有走这个 这局部很难对付 这个黑棋 白棋吃这个球 火白只能顶 黑棋这时还可以连斑 这可以把形状硬给鼓出来 黑棋打吃先手 走 走这个就已经局部成劫了 关键黑棋还可以走这个之类的 所以对于白棋来说 这个非常头疼 虎一个之类都有 走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劫 所以这部尖又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一首棋 实际上白棋再度忍耐 黑棋又取得了这个的先手 黑棋将来这一首又是先手 黑棋可以说在这一代 李天刚几乎把这些残子 进行了一个价值的最优化 然后白棋搬完以后 正以为这个恶魔要结束的时候 黑棋又来了 这一家 这感觉就是这里 就像一个弹奏钢琴的一个钢琴曲 行云流水的一个钢琴曲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打吃 白棋 黑棋一断 这棋又跑了 实战白棋实在忍无可能 站在这 将来黑棋打吃又是先手 这一代 我觉得黑棋这不拖 这不飞 这不尖 甚至这不靠 我觉得都是一气合成 这一代堪称是教科书办的手法 而且计算都非常强大 收得非常的巧妙 黑棋在这一代的一些巧妙下法 取得战果 我觉得比这一代 吃了一块的战果还要大 好 黑棋便宜完了 这里实在没有便宜的地方了 在大陆 因为全局后市 只要把白棋这块空破了 就应该说取得明显的实地上的优势 这是白棋 踢 一方面把黑棋这下薄 一方面本身木数也大 把自己也下厚了 黑棋跳 白只能连 再不连的话 黑棋这顶着跳出来 这白棋两块 其实实在吃不消 因为这个 飞大木数大 15木 而且把自己也下厚了 把白棋也变薄 这两手棋也下得 可见白棋的 白宝翔的棋型感觉也非常的好 通过棋子把自己下厚 一起拆一 四小十大的一手棋 一方面自己有根据地 另外一方面 同时也威胁一下两块白棋 其实这样的白棋局面 已经是非常的难下了 白自补 这棋 真的很难啊 黑棋又要一跳 白棋挤 这两下 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就正常的先手便宜 最后再补回 黑棋 问白棋要木还是有耗薄 白棋看眼睛木不够 但黑棋这里多了一个先手 另外加上打断以后 这里也有先手味道 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走这个 突然 然后开始先手定型 是不是都觉得黑棋这个手法都特别简单 但实际上我们这是可以重新再点一下木数 这块空变化不大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五二一二二三三三四三 再加点这里有潜力 四十五木齐没什么问题 这块七木齐八木五十三 这两木肯定能点 五十五 六十五六七六八六九七七七一二七三七四 黑棋全局已经有七十四木之多 而白棋的这个半章 黑棋先手 一二三四五六十一十二三十四十五十七八十九 二十二一二十二三三三十五 前面我们点这块四线只剩三十五 三三七七八九四十 四八九五十五一五四五七八九 白棋六十木都不到一点 所以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盘面已经有十五木左右的优势 应该说优势还非常大 况且黑棋还一点都不薄 这里中间还有潜力 对于白棋来说确实很困难了 白棋一方面 这手棋一方面削黑棋的潜力 同时也隐隐隐形也想扩张一下自己 走 站 白棋自补也是有必要的 如果比如说在这一带行棋的话 黑棋这一打白棋真的是欲酷无泪 如果沾上的话 黑棋冲吃 再一段 这梁子又被吃回去 如果被先手拔走花 这白痴木树进一步缩水 越来越小 所以这手虎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现在其实要做的就是局部一个定型 所以黑棋实在下的很简单 打吃 就希望通过这个局部的把它分割开 把局面都定定型 然后走这个 再压 这突然就中间成了一点潜力 同时也把自己连后 只要这里如果一旦被收弃的话 黑棋就有点痛苦 尽管补的不多 但效率就很明显低了 白痴 打吃 一粒 步调都收得非常好 然后白痴一拖 这想便宜黑棋点木树 试一下黑棋应手走哪 这个黑棋也不能完全大意 如果一大意的话 很容易被便宜 如果黑棋走这个的话 白痴一搬 黑棋打吃的话 将来这个就对白痴搬家先手了 这明显被利 而且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痴这个团就先手 实际上黑棋家是最佳应对 木树最好 白痴如果走的话 黑棋可以补在这 这是木树最多的一个形状 所以白痴暂时也不走 这可见李天刚的这个基本功 双方的基本功都很扎实 白痴掉一个 看一下黑棋走哪 其实白宝祥的关子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强的 他的一些 尤其关子经常会收到一种 双方无目的时候 他这种关子说的非常的细腻 像这步棋就其实是挺难对付的 黑棋如果虎的话 白痴可以吃一吃 顺着再靠一靠吧 这棋下薄了 只要把黑棋变薄 这白痴还有一定的机会 同样白痴毫无疑问 是瞄着这里打出来 如果一旦被割开 这里黑棋如果拖线 被白痴断开的话 刚才我们说的 这里一旦收气的话 这黑棋非常痛苦 而且这里如果要靠这种做活的话 这棋木树损失还非常大 白痴这种点将来木树 黑棋木树的缩水非常大 所以这里后保至关重要 所以我李天刚这个 兼这个最强的抵抗 下得非常的好 白痴实战这个时候 走这个被黑棋一虎 感觉也是插翅难逃 如果退的话 黑棋搬住 黑棋带着木把这块围住的话 白痴也很难以争议胜负 实战白宝翔选择了一个 不知道是找台阶 还是一个最后想拼一下的下法 断打 长 这时黑棋仍然不能大意 如果大意黑棋随手一虎的话 这棋就万劫不复了 白痴又坚定的好手 黑棋粘 白痴再往这一虎 这黑棋被分开的话 那这棋就完了 木树全没了 实际上黑棋顶势胜招 有了这部棋以后 我觉得白痴已经是插翅难逃了 白痴粘 黑棋虎 然后这时已经 白痴之前这下冲过一下 就 掉黑棋走 白痴先冲了一下 想制造点余味 但黑棋下的很细 先把这个打掉 免得夜长梦多 那再一并胜招 走到这个时候 白痴认输了 如果只剧走下去会怎么样 白痴走这个 黑痴如果贴的话 那就是悲剧了 白痴走这个 黑痴冲这个 白痴被冲 那肯定完了 黑痴走这个 白痴冲 走 白痴断 黑痴反而被杀 这时候黑痴跳这个 是关键之手 这大家可以看一下 白痴肌膀已经没有 不是肌膀的时候 肯定没有逃脱的办法了 这个跳 这千万不能大意 有的时候大家看到 这痴快要赢了 然后一高兴 随手一走 这个这痴瞬间完了 跳的话 白痴冲 打痴 打痴 闯 没有任何变化 这痴白痴肯定死了 这个两字拿不住 这个断点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最最关键的时候 是这个虎 然后白痴肯觉得 对于李天刚这样的棋手 你不能指望他打这个手 这个肯定他会了 所以他就基本上选择了一个认输 中关省盘棋 这里的一个战斗 纯属是硬功夫的一个比拼 李天刚利用自己的精确的计算 和一个精准的判断吧 把这块棋摁住了 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但此时的优势并非盛势 更为精彩的是 这一串的一个攻防 我觉得这一串攻防 即使我在准备这盘棋的时候 我也对李天刚利这一串下发 感到拍案叫绝 先加这个 其实敏锐的白痴肯 已经意料到黑棋要在这里施展手段 但是黑棋实在拖 在点 在这靠 这一串刺序 每步棋 感觉都是具有计算的一些妙手 随后最后还要这个尖和这个夹 令白痴十分的痛苦 这一串黑棋的表现堪称完美 也直接奠定了一个胜局吧 应该说这一串的下发 也充分证明了李天刚的实力和一个天赋吧 最最精彩的一个盘棋 我觉得是李天刚 反正我觉得在黄河碑上 经常会下出一些特别精彩的一些对局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李天刚是在黄河碑上升得业余七段 他经常在黄河碑上取得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些招法 包括当年十三连胜 在当年业余集团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 黄河碑十三连胜在我印象中 在近十几年和二十年的黄河碑历史上 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十三连胜夺冠 大多数夺冠 包括我在内夺冠 只怕都是十二胜一副或者十一胜二副 而李天刚是唯一一个十三连胜夺冠的 而且那次比赛他显示了非常惊人的状态 十三连胜都瞎得非常的出色 大家都在传说 在2003年到2008年这一段时间内 可能是李天刚最最强的时候 他的棋非常的行云流水 而且计算又精准 只要他状态好 会成为每一名棋手最最头疼的对手 而更令我觉得惊奇的是 李天刚在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他选择了先读大学 读大学的时候他还经常参与一些比赛 当然读完大学以后 他选择成为一位小学的语文老师 这些跨界就比较大 像他这么好的天赋 突然出为小学语文老师 大家都觉得有些惊讶 吉李天刚就是一个这么真实率性的人 他觉得只要他的一些事情 生活过得愉快 他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就足够了 比赛的名次并非是指 来要证明他的天赋 他的天赋在各个方面已经得到了证明 像这样的天才到处都有 在职业期间可能有罗喜和这样的天才 而在业余期间 李天刚也毫无逊色 非常荣幸吧 在业余期间有这么一面奇才 一面怪才 而我相信他这些年又开始 渐渐开下危机比赛 又渐渐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相信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惊喜 我们也期望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栏目 再见